Coco早餐 Coco's Chat Room 8点47分03秒 我们今天礼拜二双周看的天下杂志 本周出刊为各位所介绍的是封面故事 这个主题非常有吸睛的效果 造进时代简单哲学 主角人物讲的是金城武 天下杂志的主笔 马月灵在我们线上告诉大家 月灵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你突然一定很羡慕你 做了一个金城武的专辑 最少我是如此 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个主题 而且是用一个社会氛围 作为主轴 以金城武效应来切入 其实大家也相信 所有的人都对金城武感到非常的好奇 那我们当然也是对所有新人新闻人物都会好奇的 但是因为天下也算天下是财经杂志嘛 所以其实我们很想要从一个比较跳脱除了明星光环之外的这个方式来解读这个金城武 他为什么这么红 因为其实他跟现在的一般非常红的明星不太一样 他其实出现的非常的少 然后他也不用social media 不跟一般大众互动 其实跟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 这种想要演员跟一般观众贴近的这个氛围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你又可以看得出来金城武他这去年拍了长荣航空的广告 然后今年拍了中华电信的广告 然后台东池上因为一颗金城武术而一年有这个60万 从15万人次的游客增加到60万人次 然后一年创造了7亿的观光价产值 所以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金城武的魅力是在哪里 那怎么样打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明星的魅力 然后他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子的明星魅力 又为什么能够在商业上产生非常大的价值 因为有非常多的这个商务的读者 其实很想要知道说到底怎么样为他们的企业品牌加分 怎么样去选择一个代言人 然后在行销的操作上应该要怎么做 那所以其实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个金城武这个人物的报道 那为什么最后结论是照进时代简单哲学呢 因为我们经过了非常多的采访 然后不论是这个我们也专访到了金城武本人 然后因为他最近在宣传这个电影看评论嘛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宣传电影的话 他也不会愿意接受采访 他是非常对他对媒体是非常近而远之的 那他就是我们趁着这个他在宣传电影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的提出了专访的邀请 那最后他也接受了 那除了我们有专访到他本人 然后我们也采访了非常多他身边的人 过去跟他合作的导演 然后监制 然后还有他跟他带他25年的这个经纪人 除了这一方面他身边的人之外 我们也采访了中华电信 然后航空这些企业过去跟他合作 广告代言的企业 还有拍过他广告导演 拍过他广告的16支广告的导演 那我们从他身边这么多的人 还有跟他合作的企业身上发现呢 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 然后他也不像是我们现在一般人 这样子这么的有企图心 或者是这么的要追求 所谓一般定义的成功 他是一个生活很简单 而且很顺其自然的人 然后他也没想过要成大名赚大钱 然后比较重视家人跟家庭 然后人生追求的是快乐 但是这么样子的一个 顺其自然简单的人 却能够有这么大的商业效应 跟这么大的影响力 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 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 其实他所有的 比方说他出现的广告上面 那在整个制作 还有拍摄的过程中 以及他们的经纪公司弗龙制作 在挑选他们的广告组 然后跟企业合作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有一些哲学跟一些道理在的 然后对他们其实是不会去特别的 想要去让金城武有非常多的曝光 然后因此形成了他的一种神秘感 可是也因为他这种神秘感 所以造成了他的稀有性 所以他每次广告商业出来都非常高 那这个背后中华电信跟长荣航空也非常的 就在商业上是很节制的 那大家都知道是台湾企业 总是觉得这个出钱的是老大 但是这两家企业却非常的尊重专业 他们很尊重广告公司的创意 然后尊重这个导演的拍法 然后尊重经纪公司对于这个金城武 要怎么样去维持他的品牌形象的很多小的细节 是很尊重 那我们在文章里面都有提到 对所以最后这是我们解释出说 为什么他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广告行销的效果 他们还是这个发挥了金城武的特色吗 你刚刚讲到神秘感稀有性 还有他长期是在日本 他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经纪人吧 对 这个芙蓉 芙蓉制作 对芙蓉制作这个经纪公司 其实跟 据我们的采访 他其实跟一般的经纪公司不太一样 对因为他不会让他下面的演员 或者是歌手或者是主持人这样子的明星去 就是好像为了要赚钱 或者是为了要曝光 其实让他的手下的这些 这些明星就是会会比较 比较 因为现在其实中国市场很大 明星要赚钱 其实是你稍微有一点名气的明星要赚钱 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 金城武真的对于大陆那个 几乎是一个钻石矿的市场 他并没有很大的企图心 跟非常强烈的积极性去赚钱 这真的是他的人生哲学吗 金城武 对 据我们的采访是 好令人佩服 对跟现在其实是不太一样 他有另外不同的人生哲学 然后其实在我们现在这样子 激进阴阴的社会 其实也是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 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因为他长得帅啊 天生有本钱啊 那当然可以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你看在演艺圈里面 帅的人非常多 但是其实金城武只有一个 对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生道理 跟经营哲学是我们可以学的 好所以马月灵做了一个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专访 那就是金城武 谢谢 恭喜恭喜 我们要仔细拜读 造进时代 简单哲学 以金城武效应作为主题 值得大家好好的看 在行销一个品牌 行销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 其实背后是有非常多哲学的 谢谢你 谢谢月灵 谢谢大家 不过金城武最近有敌手咯 华航推出了 林怀鸣老师 真蛮有趣的 来拜拜